AIPIN 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一战式服务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AIPINYouTube频道发布的北美职场分析类栏目 北美求职之北一主报 我是AIPIN的William老师 关注北美市场聚焦数据软件类求职 我们一起聊一下在过去的5月第三周美国职场的最新动向 5月19日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告 也就是Federal Register发布最终法规 移除特朗普政府时期颁布的加强H-1B非移民签证分类的规定 当日生效 川普政府在去年10月通过临时最终法规 颁布加强H-1B非移民签证分类 这个规定包含了提高H-1B最低工资标准 以及收紧H-1B专业限制两个主要内容 其中涉及修改对H-1B工作签证持有人可从事的专业工种的定义 要求H-1B申请人的专业与从事职位必须直接相关 重新定义工作地点与第三方工作地点 以加强对依赖H-1B员工的第三方外包公司的审查和执法 并严审是否存在确切雇佣关系等 这项法规的移除把川普政府的临时调整打回了原形 并将这些被拨归的内容从联邦法规的相关文件中移除 并将相关的法规恢复原先的表述 对于H-1B申请人来讲 不必再担心由于教育与背景的原因 无法申请其他相关专业的工作岗位了 比如非CS专业的毕业生 只要专业方向符合达到公司的要求 都是有希望拿下软件工程师的岗位的 非数据类专业的毕业生也继续有机会转行进入数据领域 不必担心H-1B的限制了 5月19日知名招聘网站GASDAO 发布了正在扩招的数家公司的列表 其中也包含了很多的知名企业 如电商平台eBay 汽车制造行业的GM和Tesla 医疗行业的Stanford Health和NYU的Health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这其中的数据类和转件类岗位的情况 电商平台eBay 发布了Fullstack Software Engineer的岗位 保险公司BlueShield of California 发布了Data Analyst Business Process Analyst Business Analyst 以及Octorial Analyst的岗位 在IT行业中 Autodesk发布了Fullstack Engineer AWS的岗位 ServiceNow发布了Associate Software Engineer的岗位 以及SD 2021年Summer Intern的岗位 金融分析公司Experium发布了Data Scientist Data Scientist Intern以及Financial Analyst 以及Financial Analyst的岗位 在汽车制造业中 GM发布了由Data Scientist和Software Developer的岗位 特斯拉也发布了针对2021年秋季的Software Video Game Engineering Internship的岗位 此次发布的15家公司的岗位列表当中 针对数据类岗位和人家类岗位的资源相对来讲比较丰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以上提到的这15家公司的相关岗位信息 近期Curicom发布了2021 Bootcamp市场报告 关于技能培训市场集足重要的数据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过去的2020年 有44254人参加了各类技术培训营 较上一年增长了30.32% 也是近几年最大的涨幅 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间 不少求职者希望通过更新自己的技术能力来寻找新的工作方向 在2020年 技术培训营的市场规模达到了无一意见800万美元 有47家培训机构可以提供income share的模式 培训机构的主要技术内容 以Web Development和Software Engineering为主 涵盖了HTML、CSS、JavaScript、SQL和Python 在2020年中 Amazon、Google、Facebook、Microsoft和JP Morgan Chase 成为了雇用bootcamp毕业生最多的雇主 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优质的培训机构完全可以提供适应市场的技术培训 同时也是一线科技公司认可的技术背景 如果有希望转行或者技术提升的求职者 完全可以考虑bootcamp的培训路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进入5月的第三周 IPIN团队对于数据类岗位的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在过去的一周Data Analyst数据分析师平均周中日更岗位数量达到了2041 比上周日均增加了近500个岗位 Biennese Analyst的商业分析师达到了2712 比上周日均增加了800多个岗位 Data Scientist的数据科学家达到了日均1540个岗位 与上周增加了300多个岗位 Product产品分析师达到了2155个岗位 比上周日均增加了300多个岗位 Marketing Analyst营销分析师的岗位数量达到了1452 比上周日均增加300多个岗位 上周的整体岗位数量比较出乎意料 比前一周的数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并没有出现夏季需求降低的传统的招聘趋势 由此可以证明目前市场需求还是比较旺盛 这对于求知者来讲是一个好消息 大家可以继续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机会 感谢观看北七北美求知之北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 欢迎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AIPin是面向广大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知者的 一战式求知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知者找到工作在付费的CureVIP的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百的求知者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大家可以登陆www.aipin.io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知导师的微信来预约免费咨询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卑媚求知之北 了解行业最新资讯求知技巧 学员经历分享干货多多 大家同样可以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AIPin YouTube频道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